輕壯的手臂 都 哈囉各位 我是傅林 那今天呢 想要為各位來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想必各位看我這麼輕壯的手臂 都知道 小時候呢 因為我生病剛結束 然後要去做復健 那這個復健的目的呢 就是要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 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可以打理 那復健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訓練自己的力氣 所以我在我國小那時候 我會每週有兩天的時間 要去醫院去做復健 那復健結束呢 就會非常的餓 所以呢 小時候呢 我的家人都會 醫院的附近 會買一些吃的給我吃這樣 那當時呢 有兩樣食物是令我 對對對對對 最印象深刻 而且是每次都一定會吃的 對 那這間餐廳就叫做 春水湯 對 所以呢 事情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今天呢 就要帶大家來回憶 我小時候 春水湯的一些故事 走吧 好那這個第一道餐點就是燒賣 那這個東西就是那時候每次做完復健之後 我爸媽都會買一份給我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會買三顆燒賣 然後我意想說就是這種燒賣真的是超級好吃 來給各位看一下 鏡頭特寫 好 好那我現在就要試吃囉 有另外帶十二了 真的是跟小時候的味道一樣好吃 然後你看一下 它裡面就是包那個肉餡 然後外面包這個米粒 真的 超級讚的 那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回憶就是 它的奶油厚片廚師 來看一下 因為它這一層奶油其實就是 塗得很厚 而且它這個很脆你知道嗎 然後小時候也是 這個也是成為父母常常會買給我吃的 其中一道菜 好那我現在一樣 給大家吃吃看 看有沒有經過這麼多年 有沒有味道不一樣 來先看一下 看一下奶油只有厚度了 那經過二十多年 味道還是一模一樣 超級好吃 所以我個人真的非常推薦 你們來春水堂 一定要點這兩道菜 當然除了這兩道菜之外 還有其他的菜色也都很不錯 只是剛好這兩道就是成為我 小時候 在生病過程當中的一個 很美好的回憶 太好吃了 然後我這一碗吃吃它的功夫麵 它的功夫麵我也覺得很讚 那當然這個小時候沒吃過 那當然這個小時候沒吃過 這個就是後來長大之後 再來吃純水堂 然後才吃到的食物 好那我們就來吃囉 超讚 叫肉燥的 肉燥的可能我看得到 我覺得它那個 肉燥的味道很好吃 所以後來我來去每場吃啊 它也都幾乎都會點這道主食 好 接下來呢 我來吃吃看它的 鹹酥雞 它鹹酥雞也不錯 它就可能會稍微一點點辣 所以如果說 你不能吃鹹酥雞 可能要 深思所欲 不會到很辣 但是就一點點 然後現在這一盤 麻油雞麵餡 這個我從來沒有吃過 所以我現在來吃吃看 這個 也不錯 也不錯 很麻油雞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還有點那個 薯條 然後它有附那個 這個醬可以沾 就來沾 超好吃 吃它的醬物搭配這個 麵 我覺得還蠻下飯的 然後因為我點燒麥是混的 就是它有分 嗯 蝦仁跟 肉的吧 然後我是點 雙拼的 所以 剛剛 所以剛剛前面試吃的時候應該 沒有介紹到這個 這個也是燒麥 然後它是 蝦仁口味的 這樣 然後就 吃一下 它其實裡面也是 肉啊 只是中間有韓的 蝦仁 這個也好吃 這個超好吃的 超級好吃 好 那我們 飲料是點一杯 紅卡拿鐵 把它攪拌均勻 好 超讚 這個 也超好喝的 好 現在我來請 幕後小幫手來 試吃一下 請我們幕後小幫手來試吃看看 請問你覺得好吃嗎 好 好吃 真的好吃嗎 真的好吃嗎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味道 好 接下來 再試吃蝦仁口味呢 試試看蝦仁的 看好不好 好 感覺如何 很好吃喔 啊 蝦仁跟燒賣啊 你個人比較喜歡哪個口味 蝦仁 我自己比較喜歡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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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來 主要一項品嘗 奶酥 很香喔 很香對不對 這個超香的 這個超香的 這個是我最 啊 可以算是 目前試過最好吃的奶酥了 來 大媽 全部吃光了 好啦 透過這部影片是想跟大家分享 看上去可能只是一部關於吃的影片 但因為這些食物是在我人生最艱難的過程中 陪伴我 給予我鼓勵的 所以也在讓我謹記在心 這些美食都是當初我做完復健的獎勵 因為當時年紀太小 對做復健 對我來說是痛苦的 所以這些點心成為我心靈上的寄託 才讓我有特別的回憶 謝謝春水糖做出這麼好吃的食物 好啦我現在吃完了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跟大家都會分享我在春水糖的故事 那影片就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幫我按讚 然後分享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到我的臉書跟IG 去幫我按個讚 以及追蹤我 那我是傅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